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赛线的雅思语法课堂 我是戴安德老师田静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讲 简单句的扩展 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讲过了 想描述清楚一件事呢就得写成一个简单句 但是呢简单句当中光有核心的成分还不够 因为如果想把一件事情描述的充分具体 这个时候呢必须得加入扩展的环节 我们上部一部分当中呢给大家讲过了 形容词副词可以作为句子的扩展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讲另外一种 借词短语来作为句子的扩展 而且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提示 这一部分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在雅思当中如果看到长男句看不懂 基本上100%都有它掺一脚 所以呢它对于大家整个的句子的分析 包括句子的理解简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呢如果要让我给大家的长男句 罪魁祸首画一个排序的话 那我肯定会把借词短语排在首当其中的第一位 可见它有多么的重要是吧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下借词短语 但在讲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来看一个真题例句 来思考一下来看这句话来自于见识当中的 好了大家看完这段话之后我觉得 不不不不不不一堆哎好长啊是吧 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句子虽然长得长但实际上这个句子非常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说它简单呢因为它就是个简单句有多少人写这么长也是个简单句啊对啊 它就是个简单句那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借词短语 那请大家接下来可以按一下暂停看一下这句话 看看这句话中到底出现了几个借词短语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请大家找一下这个句子的核心是什么 好大家可以此处按暂停思考一下 思考完了之后呢别着急 我们先来讲内容 讲完了内容之后呢我们回头再来看这句话 大家就会看起来很清楚了 好那咱们就来说一下借词短语吧 说到这个借词短语呢 首先咱们先得从借词开始说起 大家查字典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个prep.a这种词性的缩写 就是preposition借词的缩写 它表示意思就是借词 好了那说到这个借词呢 大家可能听名字有点陌生 但是我一说起来它包含哪些词 大家就瞬间非常熟了 有什么呢 比如说你像 in un at by off from with with without 等等等等 大家会发现 我们经常在句子当中遇到这些小词 其实全部都属于借词 好了那说到这些小词 借词怎么样来用呢 先别着急 我先来给大家整体讲一下借词的用法 然后咱们再具体说每一个 好了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就什么呢 想掌握句子的用法 一定要知道每一个板块都是干嘛的 重点掌握词性 比较有用 因为同一类词性的用法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先说词性整体的用法 咱们就先来看借词 借词整体的用法呢很简单 你看人家名字起的好啊 借词借词是干嘛的 它是接词的 所以大家呢 看不到借词单独用 你什么时候能见过什么什么in on at off 这些词自己买地乱跑的 没有吧 哎 因为借词借词 它要接词 所以到后面肯定要接上一个东西 一起走 对吧 啊 那借词能接什么呢 注意 借词只能接三种词 分别是名词 代词 doing 也就是说借词后面得接名词 没有名词呢 可以接相当于名词的代词和doing doing比较动名词嘛 不也是相当于名词用嘛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借词接了这三种词之后 就构成了一个借词短语 也叫做借宾结构 也就是借词 后面这个东西叫宾语 所以叫借宾结构 借词短语 当然这事不重要 大家只要知道它是一个整体的词组就可以了 啊 所以说回来 大家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借词是干嘛的呢 是接词的 能接什么词呢 能接三种词 名词代词doing就构成了一个词组 好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在于下一句话 请大家听懂了 那借词短语是干嘛的呀 借词短语呢 在一个句子当中通常表示的是补充说明 比如说通常会用来补充说明一件事的时间呢 地点呢 原因呀 结果呀 方式呀 等等等等 所以它可以补充很多方面的细节信息 好 那这个补充了之后呢 大家记住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 借词短语既然是句子的扩展补充环节 所以它永远是非核心 不重要 那我说老师你看这矛盾了 你看不仙脚按说它特别特别重要吗 然后又说它不重要 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呢 我要告诉大家 它重要就重要在它不重要 有个人说what 这老师脑子抽了吧 是吧 讲什么话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它重要是因为它出现的非常非常多 影响大家对于长男句和句子的理解 那它不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拿到一个长男句子的时候 如果你看不懂 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把这些借词短语去掉 不看 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句子的核心了 为啥要把它先去掉呢 因为它是句子的扩展环节 补充说明的不是核心 去掉了之后 顿时就能找到句子的核心 就能看懂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 它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重要 它重要就重要在 你把它去掉之后 剩下的句子核心就更容易看懂了 原因就在这 当然呢 我说的是先去掉不看 先把借词短语掉之后 然后呢 剩下的就是句子的核心 看懂了核心之后 你可以再把这些补充的细节 再慢慢加回来 OK了吧 好了 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 那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三大要点 第一个就是 借词是干嘛的呢 借词的 然后借什么词呢 名词代词doing 构成一个词组 第三个 记住 它是句子的非核心 可以先去掉 不看 先看核心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加回来 好了 关于这个呢 我们就说到这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雅思考试当中会出现的借词 说句实在话 在雅思考试当中 借词出现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不仅是雅思当中 其实生活当中也用的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呢 由于这些小词吧 漫步在各个地方 所以大家不太好掌握 因此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把所有雅思考试当中 能出现的借词 都给大家一起总结了 大家只要把这几张表格 记住就可以了 OK了吧 好 这个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 表示地点的借词 我给大家画的表格比较清楚 请大家看这 表示地点的借词呢 咱们先说一下 比较不那么常用的 开始说起 首先看这俩 between among 什么意思呢 他们俩的意思呢 都是表示在什么什么之间 但是差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如果是两者之间 用between 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me 在你和我之间 可以的吧 between a and b 这个是between 两者之间 而among呢 通常表示大于等于三 也就是说三者或以上的之间 用它 因此表示之间的时候 看一下人数的范围 看看选择哪个 好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 nearby beside 都可以表示在旁边 而且大家注意啊 还是那句话 雅思考试呢 是属于标准化测试 它是让大家使用这个语言 而不是纠结于细节 所以大家千万别像这个 这个中小学那个时候阶段区分 说 哎呀 nearby beside 都表示旁边 哪个近呢 哪个远呢 这事不重要 你知道他们仨都表示在旁边就行了 ok了吧 好 再接着往下看 在前面呢 infrontal 在后面呢 behind 这个不用说了 好了 再看这两个 under below 是表示在下面 在什么什么下面 on above over 是表示在上面 好了 大家大体掌握这些含义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想要分的再细一点呢 也能分 比如说你看这三词 这三个词啊 这三个词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个on这个词 表示的是在表面的上方有接触到的 比如说a book is on the table on the table 在桌子上 而且书和这个桌子表面是有接触到的 这个叫做on 而这个about和over呢 它俩通常都表示是悬空的上方 没有接触到的 好了 但是呢 还有点小差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这个over通常指的是垂直上方 比如说一个桥建在这个河这上面 叫做a bridge is built over the pool over the river 在这大家发现了吧 桥建在水面上方 肯定是悬空的 不能贴着水面 对吧 而且是在河面的水直上方 这叫做over the pool over the river 而above这个词呢 就表示斜上方 就是在上面就行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需要揪的这么细吗 不需要 大家只要知道 看见这三词都是上面 看见那俩都是下面 就完了 可以的吧 好 就是关于这个 那接着往下说at表示在某一个点 in表示在什么什么的理念 这个大家都比较熟了 好 那这些借词都讲完了之后呢 我要给大家专门挑出来三个常用的说一说 这些借词当中 大家一眼看后就知道了 哪三个最常用呢 哎 就是这仨 at in 和on 这三个是最常用的 是吧 那这个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注意 at表示的是在某一点 in呢 表示的是在什么什么里面 对吧 on呢 是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是这样的 那in on at 这三个词 它有没有什么更好记的区分方式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我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小秘诀 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三个词常用了 为什么呢 大家看啊 at 通常表示的是在某一个点 比如说 i point at you 指着你 点着你 是吧 指着这一点 是吧 再比如说 aim at 瞄准什么东西 at表示在某一个点 所以at呢 通常指的是点 也就是一维的空间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词on on表示的意思是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所以它是平面的上方 比如说on the table on the floor 在桌上 在地板上 对吧 所以呢 on通常表示是在平面的上方 这是二维的空间 而这个词呢 in 它表示在什么什么里面 它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立体空间的里面 所以它是三维的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 at on in 这个分别是点 面 体 也就是一维 二维 和三维 简单吧 哎 非常简单 好 而且呢 顺便再给大家多说一句 解决一下大家多年的疑惑 大家上上学的时候呢 特别讨厌的就是老师问 说这个同学们 这个词组要固定搭配 on 这个词组要固定搭配in 我要告诉大家都是瞎扯 其实语言就是可以灵活使用的 比如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为什么老师给我们讲说 哎 坐在椅子上 要用on the chair 坐在沙发上 要用in the sofa 为啥呀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固定搭配 而在于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你坐在椅子上 椅子是硬的吧 你往上一坐 哎 它还在表面上方 所以叫做on the chair 而沙发是软的吧 你往上一坐 是不是就陷进去了 这个叫做in the sofa 所以最主要的问题在这儿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所以呢 其实介词是可以灵活使用的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 非得死定呗 哎 不用那个样子了 好 关于这个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 这是表示地点的介词 表示地点的介词呢 还有一些 没有刚才那么常用 咱们也顺便了解一下 是吧 既然讲 他们就讲全 around表示在周围 比如说around the campus 在校园的周围 是吧 into表示进入到里面去 这个out of呢 表示从里面往外出来 比如说 你像新开战二次有一篇课文 第33课叫做out of darkness 从黑暗里出来 out of darkness unto呢 表示到上面去 而off off 别写错了啊 是两个off off表示的意思是从上面脱离了 掉下去了 所以一个到上面去 一个掉下来了 unto和off 那说到这个呢 请大家注意 看一下这两个词 好了 那这个intounto和这个in 还有这个on有什么区别呢 注意这个写的比较丑啊 因为这个触摸笔太粗了 是吧 大家多多谅解啊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into和这个in有什么区别 unto和这个on有什么区别呢 哎 给大家一起说一下啊 区别就在于 这个in是表示静态的 它指的是一直在里面 你就用in 而这个into呢 这个有一个to 它表示朝着某一个方向去 哎 它是一个动态的 所以它表示到什么什么里面去 哎 这个是有动态的变化的 用的是into 也就是说 如果你表示一个人一直在教室里 a girl is in the classroom 静态的就用in 如果你说这个女孩本来在教室外面 然后她要走进教室里面去 walk into the classroom 就可以用into 所以关键看你是要用静态的 还是用动态的 可以的吧 那同样道理啊 on和unto的区别是一样的 一直在上面就用on 从别的地方到上面去 有一个动态的变化 用unto 懂这个区别了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接着往下说 这个across through都表示穿过去 但它们来有点不一样在什么呢 across通常只是在表面上穿过去 比如说你划着一个船 从这个河面上方过去 这个叫做across the river 再比如说过马路 across the street across the road 是不是都从马路上面走啊 所以呢 从表面上方穿过去 叫across 而这个through呢 它指的是表示从里面穿过去 比如说 哎 你从一个什么呢 哎 从一个这个树林里穿过去 through a forest 你不能草上飞是吧 这个树上飞 所以肯定是从里面走 这样through 好了 past表示从旁边经过 但是没有碰到 没有接触到 比如说两个人 这个这个走路的时候 哎 交错而过 这个叫可以walk past somebody along表示沿着某一个路走 比如说along the street walk along the street and turn right 哎 然后右转 是吧 这里along 沿着 from从哪里来 to表示朝着某一个方去 这都比较简单 我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呢 以上这些呢 就是在雅思考试当中 常用的表示地点的介词 就这些就足够了 先转一下看 表示时间的介词 表示时间呢 相对量比表示地点的少一些 看一下啊 这不用说了吧 哎 刚讲过了 点 面 体 是吧 哎 这是表示地点的时候 那表示时间的时候呢 at通常表示在某一个时间点 on表示呢 在这个时间指的是一天上 天一般都用 啊 然后呢 表示大的时间范围内 比如年月季节的里面 这个使用性 in 啊 再看before之前 after之后 from since 都表示自从什么什么时候 开始 by until呢 都表示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 结束 有同学老师怎么又一个by呢 对 你会发现 他在介词当中有五种用法 哎 这是第二种 刚才还有一种地点的在旁边 对吧 啊 接着往下看for for加上时间 可以表示持续 during呢 可以表示在什么什么期间 比如说during this week 在这个礼拜期间 OK的吧 这些是表示时间的 好 那接着往下讲一下 其他用法的介词 注意 大家基本上觉得比较困难的 多半都在这 因为你像相对来讲 时间地点比较容易辨认 对吧 但是其他用法的介词呢 不那么容易辨认 所以呢 咱们来给大家集中说一下 好 首先呢 咱们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特别常考的词 of这个词 of这个词呢 它是表示属性的 通常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 好了 那我听说老是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咋来的呀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a girl of seventeen 一个女孩 她的属性是十七 那你把它翻译成人话 应该咋说呀 应该翻译成十七岁的女孩 是这样子吧 哎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你把它翻译成一个女孩的属性是十七 就感觉很奇怪 因此呢 把它翻译成白杂的 代表是修饰就可以了 十七岁的女孩 而且大家会发现 在这里有个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这个 a of b 这个结构 好了 我相信呢 很多同学以前听说过 哎 说这个 这个表示所有格 谁谁谁的 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是这个a psb 对吧 a psb 这个ps 这个大家比较熟 就是翻译成谁谁的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哎 就是a of b 所以呢 这个ps和这个of 这两种形式呢 都可以表示名字所有格 那有什么区别呢 有的人说 老我知道 小儿学过 这个表示人的 就用ps 表示不是人的 就用这个of 我要告诉大家不对 这么说真的不对 跟是不是人没关系 这么说吧 只适用于什么呢 小学初中之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上了高中之后 你发现这事就说不通了 对吧 比如说20分钟的时间 twenty minutes time twenty minutes 就是加的这个a psp a ps 其中这个p 代表的所有格 所以你看20分钟的时间 也不是人吧 对不对 所以跟是不是人没关系 那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俩区别在于词区 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词区 你看 a psb 直接顺着翻译成a的b 比如说lily's book lily的书 lily's book lily的书 这个是ps的 但是呢 这个a of b 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哪呢 你看刚才那个例子 a girl of seventeen a girl of seventeen 她翻译成什么呀 不是一个女孩的时期 而是调过来翻译成 17岁的女孩 所以a of b 女孩的属性是17 所以倒着往前翻译 翻译成17岁的女孩 所以这个才是of最关键的用法 明白了吧 好 那关于这个呢 我们说回来啊 请大家深情的看我眼 记住了啊 of这个词什么意思呢 它是表示属性的 而且呢 如果遇到了a of b 要倒着往回翻译 翻译成b的a 千万别错了 ok了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而且呢 从这个地方 我顺便给大家衍生了一下 这个of和ps都表示的 都表示名字所有格 区别在于词句 可以了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大家要了解 那接着往下说 那除了a of b之外呢 在雅思考试当中 还经常出现 另外一种形式场考 就是什么呢 就是a of b of c 有人说有完没完了 这么多呢 对 经常会出现考这个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很简单呢 依旧从哪往哪啊 从后往前翻译 翻译成c的b的a 就可以了 我待会给大家举例啊 啊 那比如说 咱们先说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啊 the window of the door of the classroom the window of the door of the classroom 啥意思啊 你不能翻译成 哎 窗户的门的教室 应该掉过来翻译成什么呀 教室的门 的窗户 懂了吧 哎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那关于这个of 表示属性翻译成的 而且要注意顺序 倒着往回翻就行了 下一个about表 关于 这个简单吧 不用说了 吧 a book about an interesting story 哎 一本书 关于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吧 好了 下一个with without 这个常用 with呢 表示伴随着有 比如说 i go to the supermarket with my wallet 哎 我带钱包去超市了 是吧 with a wallet 或者是什么呢 i go to the supermarket without my wallet 哎 没带包 没带钱包 是吧 without表 伴随着没有 好 那再接着往下看 for这个词 注意 for这个词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 他可以加上时间 表示持续的一段时间 比如说for two weeks 持续两个星期 对吧 但如果他不加时间呢 哎 他可以表示目的 为了谁谁 I do it for you 我做这事是为了你 是吧 然后呢 他还可以表示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for this reason 因为这个原因 I love you for no reason 哎 我爱你不因为任何原因 是吧 哎 for还可以表示 对于什么什么对象 比如说 for you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对于你来说呢 英语非常重要 大家得通过雅思考试 好能走 是吧 哎 就是这个 好了 这个是常用的一些 还有接着往下看看 这个词 哎 这个词画上重点 雅思考试当中呢 一定一共会出现五种by 这五种by的生活当中也常用 其实呢 这里只有三种 前面还有两种 刚才讲过了 是吧 前面还有哪两种呢 第一个就是表示时间的 by加上时间 表示截止到什么 什么时候 第二个呢 就是by加上地点 表示在旁边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第三种by呢 最常用的一种就是这个 表示通过什么什么方式方法 比如你怎么来的呀 by bus 坐公交车来的 是吧 那怎么能赢得这个比赛呢 we can win the match by working hard 通过努力 是吧 通过努力 所以在这里by doing 也可以表示通过什么方式方法 好了 下一个也很常用 被动与太家 by后面加动作的发出者 强调被谁做的 好了 还有一个呢 大家注意 这个是在写作和阅读当中 雅思写作和阅读当中 表示数量变化的时候能用到 比如说你想描述某一个数量 增加了多少多少 减少了多少多少 升高了下降了 只要讨论到这个变化的差额 这个变动的幅度 就可以用到这个词by 比如说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by 10% 人口增加了 多少呢 by 10% 表示增加相差了10% 就这个意思 好 所以呢 以上五种by 大家要重点掌握 哎 尤其要重点掌握后面这三种 前面还有表现时间地点的 我就不多说了 好了 下一个as表示作为什么什么 as a teacher I should work hard to teach you better and better 作为一个老师呢 哎 我应该努力是吧 把你们教得更好 所以在这里as a teacher 作为什么什么 as呢 还可以表示像什么什么一样 哎 表示一个比较的对象 比如说 I have the same habits as I have the same habits as you 跟你一样的这个兴趣爱好 是吧 the same as 表示与什么什么相同 与什么名量 好了like 像什么一样 也是借词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表示动词喜欢 对吧 但他可以不错动词 表示像什么一样 比如说 like this 像这样一样 like that 像那样一样 you look like your father 你看起来像你的爸爸 like your father 对吧 好了 还有这个 despite 表示尽管怎么怎么样 他也是个借词 原来不对吧 一说到尽管 我都能想到那个什么 do啊 outdo啊 那些词表尽管吗 注意 那些是廉词 连接句子 这里这个despite 是借词 借词的 比如说尽管有这些原因 despite this reasons 是不是接了个词 词组啊 所以不能用outdo 人家是借句子的 哎 两码事 好了 那关于这个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来 各位同学深情的看我一眼 通过刚才的讲解 通过这几个表格 我已经给大家把雅思考试当中 常考的表示时间地点和其他的借词都讲清楚了 请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些来仔细的记 然后呢就可以应用到大家的真题当中去了 关于这些借词呢 大家其实不需要死尽背 但是至少你要看见它 你要知道它做的是借词 能够把它画得出来就可以了 而且在这里要给大家再强调一个要点 就是什么呢 记住 当大家找到借词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把它借词短语要完整的找到 那怎么样能够完整的找到借词短语呢 就是你得让它后面接上 名词带是doing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词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文章当中一起来练一下 首先呢 请大家看这句话 来自于剑十四当中的例句 The impact of one as a motivating factor at work has also been explored 首先先看生词 impact 可以表示冲击撞击 在这里呢 它指的是影响的意思 as a motivating motivating factor 表示什么意思呢 一个激励的因素 刺激的因素 explored表示什么意思呢 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的意思 好 那关于这个呢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第一个借词短语哪啊 一看就知道了 of of fun 加了名词fun 对吧 那这里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啊 a of b 要倒着往前翻译成 b的a 所以是什么的影响呢 哎 这种好玩的 哎 这种好玩的影响 好了 接着往下看下一个借词短语 as a motivating factor 永乐老师为什么不能到motivating结束呢 因为它是个形容词 刺激的 不行 对吧 咱们得接到名词才能算结束 所以得把完整的借词短语找到 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刺激的爱激发的因素 好了 再来看借词短语at work 在工作当中 好了 所以大家看 一 二 三 三个借词短语就找到了 那三个借词短语是干嘛的呢 刚才说过了 所有的借词短语 都是句子的补充说明 扩展环节 可以先去掉不看 把它去掉不看之后呢 剩下就是句子的核心 那句子的核心是什么呢 the impact has also been explored 其实如果要再深究一下 你就连also都可以去掉 因为副词嘛 也不是句子的核心 所以这个句子核心呢 你会发现 原本这个句子稍微有点长 但是呢 在这里去掉了修士的核心信息 一共就只有五个单词 the impact has been explored 啥意思呢 就这个影响 has been explored 现在完成时的被动 我们之前讲 被动给他的时候讲过了 对吧 所以他说了 这个影响在现在的之前 被探索出来了 被发现了 是吧 那这个什么影响 现在的之前被探索出来了吗 就是 哎 把这个好玩 娱乐 哎 作为一个工作当中的 这个激发的这个因素 它的影响 现在的之前 已经被发现了 OK了吧 好 这我们就看懂了 所以记住 得把借词找到 得把借词短语完整的找到 然后先去掉不看 剩下的就是核心了 就这么点事 好 那咱们再来看一个句子吧 Ventum was also a pioneer of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这个Ventum这个是个人名 大家不用记 不用计较这个啊 Pioneer表示先锋 先驱的意思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吧 一眼就看到了 记住 这句话 一眼就看到记字段语在哪啊 A of 而且呢 还不止一个of 几个啊 两个of 那刚才咱们不是说过了吗 A of B of C 那怎么办呢 抱着往回翻译啊 翻译成C的B的A 对不对 所以他说了Ventum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爱快乐科学的先锋 或者说幸福科学的先锋 OK了吧 因为当时呢 这个这个book review 他当时讲的就是这个happiness industry 所以他在这里讲了一下这个happiness science 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吧 好 那接着往下说 再来看一句话 来自于建设 This advantage may be rooted in the skew of focusing on information about new language 首先看生词 advantage 优势 是吧 优势 优点 root 名词表示根 动词呢 可以表示根源于什么什么 哎 发根 生根 是吧 生根在什么什么地方 Skew呢 表示技术技巧 focus 表示集中注意力 是吧 Information 表示信息消息 new language 新的语言 好了 关于这个生词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那接下来呢 请大家看这个句子当中 找一下吧 介绍语在哪啊 首先第一个 in the skew 在这个技术技能里面 in在什么里面 对吧 然后呢 接着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介词off 哎 注意 介词后面 不一定非得加 名词代词 还可以加什么呢 还可以加doing 所以这里呢 他就加了一个doing 那有同学说 老师doing就结束了呗 注意没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时候吧 大家会发现 这个词组呢 没说完 这个词组又有可能 往下继续延伸 比如说在这里 他说of focusing focus呢 表示的意思是 集中注意力 哎 聚焦在什么地方 那聚焦在哪呢 他经常会接一个词 叫做focus on 所以呢 咱们得把它聚焦的 这个地方也一起加上 所以呢 这个介词段也就有了 就是of focusing on information 对吧 也就是说 聚焦在这个信息上 好 那大家注意 别忘了 咱们得把前后两个介词段也给它合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skew off 这个off是对于前面这个名词的一个修饰限定 所以得往前翻译 所以在什么技巧当中呢 哎 就是在聚焦在信息上的这个技巧里面 是吧 那什么信息呢 又来了介绍段语 about 关于 关于这个新的语言 好了 所以整个介绍段语捋顺一下 就是聚焦在关于新语言的这个信息上的这个 这个聚焦的技巧当中 啊 这就是整个介绍段语含义 那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注意 除了这些之外 前面就是句子的核心 除了介绍段语外的都是核心 对吧 这里呢 一样 哎 又来了一个被动语态 你看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吧 被动语态特别常用 但这个呢 是may be rooted 情态动词的被动 表示可能被 生根 可能被根源于什么什么地方 是吧 被扎根在什么什么地方 所以呢 他说这个优势呢 可能被扎根在什么地方呢 扎根在 哎 聚焦关于新语言的这个信息方面的这个技巧里面 他说这个优势就扎根在这个技巧里面 OK的吧 就这个意思 好 再来看一个句子 for passenger transport the determining sorry the determining determining 好了 这个抱歉啊 这个跟大家讲过 我这个近视眼 是吧 多亏今天比较好 下面还有个屏幕 离得近一点 啊 在这里来咱们看一下啊 for passenger transport 先来看一下生死 passenger transport 表示什么意思呢 哎 表示这个客人运输 也就是客运的意思 对吧 transport 表示运输的意思 determining factor 什么意思呢 决定性的这个因素 然后还有什么呢 speculatecular 表示这个宏伟的壮丽的 这里很明显的意思不合适吗 所以这里表示什么呢 哎 巨大的growth 增长 好 那在这句话当中呢 咱们来找一下介绍短语吧 介绍短语在哪呢 一看就看到了 for passenger transport 介绍短语表示 for 哎 针对于什么什么 对吧 为了什么什么 针对于什么呢 针对于passenger transport 针对于客运来说 the determining factor is the spectacular growth in car use in表示在什么什么里面 在这个里面是吧 在这个汽车使用方面 剩下呢 就是句子的核心 对吧 核心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 其实核心呢 这些当中还可以再简略 比如说可以把形容词去掉 我之前不给大家讲过吗 形容词复词也都是句子的修饰成分 对吧 也都可以去掉 所以去掉之后大家会发现 这个句子的核心呢 其实就是这么几个单词 factor is growth 啥意思呢 他说了 这个因素就是增长 什么因素呢 哎 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这个巨大的增长 在汽车使用方面 对谁来说呢 哎 对于客运来说 对吧 好 所以大家会发现 去掉介绍短语 剩下就是核心 看完核心之后 再把介绍短语的补充 加回来就可以了 再来看一个长一点的句子 来自于尖六 computer software can be exported without ever loading it onto a ship simply by transmitting it over telephone line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好 先解决生死 computer software 计算机的这个软件 exported 什么意思呢 它是表示这个出口 运出去的意思 without 伴随着没有 这个介绍我们讲过了吧 a load 表示装货装载 好 还有什么呢 transmit 表示这个传输的意思 传输传送的意思 好 那这些生词 咱们处理完之后 咱们来找些介绍短语吧 首先看哪个介绍短语呢 without 伴随着没有 对吧 伴随着没有什么呢 loading it 注意 介绍后面呢 可以加doing 对吧 伴随着没有装载它 那装到哪去呢 没说完 再接着往下说unto ashe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词组当中呢 实际上是两个介绍短语 sorry 在这个词组当中 实际上呢 是without和unto 这两个介绍短语合在一起做一个词组 表示伴随着没有 装它到这个船上去 ok了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有的时候介绍短语呢 得说完整了 才能结束 没说完呢 接着往下说 然后接着往下看 还有哪个介绍短语呢 哎 又来了一个 就是by 通过什么方式方法 对吧 那transmitting by doing 介绍短语 说完了吗 没说完 你得说传输谁呀 传输它 怎么传呢 over typhoon lines 哎 在电话线上传 所以呢 这两个也是合在一起 做一个介绍短语 哎 通过 电话线来传输它 对吧 那从哪到哪呢 from to 又一个介绍短语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 好了 那去掉这些介绍短语之后呢 大家会发现 这个句子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这个 逐于位与动词 simply 父子也可以去掉 我看 对吧 好了 那这个句子 大家会发现又来了 句子的核心就这么简单 逐于位与动词 而且位与动词呢 碰巧又是我给大家讲过的 情态动词的被动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我从来不讲废话 我讲过的是不是都有用啊 看出来了吧 software can be exported 啥意思呢 说这个计算机的软件 能够被出口 或者说被运出去 那怎么运出去呢 伴随着没有把它装到船上去 仅仅是呢 哎 通过这个电话线上 把它传出去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比如大家现在想传个软件 需要这个装船吗 当然不需要 对吧 你这个直接上网一传 是吧 各种各样的方式 哎 就传过去了 是吧 所以呢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整个句子虽然长 写了三行 但实际上这个句子的核心信息 一共就五个男子 那剩余那些都是什么呢 借词段语表补充说明 所以大家看出来 它有多么的重要了吧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它为什么重要啊 就是因为它不重要 就是因为它是句子的补充信息 非核心 好 关于这个呢 咱们先说到这儿 那来吧 咱们接着回到这个课前 这个思考题 当时呢 让大家思考了一下说 你看这个句子长得这么长 这么难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借词段语 而且呢 当大家把借词段语找到之后 就能够解决句子核心的问题了 好 那咱们来一起 看一下这句话 In the short term it might curve the growth in road transport through the battery loading ratio of goods vehicles and the occupancy risk of passenger vehicles expected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transport 好 咱们先来处理一下生词 In the short term short term指的是什么呢 短期来说 In the short term 表示从短期上来看 是吧 在短期当中 在短期当中怎么样呢 curb表示限制 抑制 限制什么呢 限制增长 那这个road transport什么意思呢 哎 表示陆地的运输 也就是陆运 对吧 loading ratio 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装载率 哎 这个货运的这个车的装载率 goods vehicle veeco表示什么呢 交通工具 goods呢 表示货物 所以合在一起呢 就是货物的这个 这个这个货运 是吧 货运的这些车 然后呢 occupancy表示什么呢 占有率 占有的比率 passenger vehicle 指的是客运 装乘客的这个交通工具 好 再接着往下看 哎 price of transport 表示什么意思呢 哎 表示这个 这个运输的这个交通的这个价格 press 好 那关于这个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 那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来找一下介绍短语吧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介绍短语在哪呢 in the short term 在短期当中 在短期之内 然后呢 in route transport 在这个 路运当中 然后怎么样呢 through the battery loading ratio 注意 through 表示通过 通过呢 更好的这个什么呢 哎 装载率 什么装载率呢 哎 注意又来了一个介绍短语 因为呢 光说through 通过这个正好的装载率 没说完 什么的装载率呢 又加了一个介绍短语 对它进行限定 就是货运的 这个货运的交通工具的 这个装载率 对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有的时候介绍短语会合并在一起 一起看 然后呢 除了这个通过这个 更好的货运的这个装载率之外 还有什么呢 就是一个占有率 什么占有率呢 哎 注意 实际上呢 这个and and后面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应该跟前面这个 哎 better loading ratio 合在一起 哎 所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什么装载率呢 passenger vehicle occupancy risk 指的是什么呢 客运的这个 哎 它的这个占有率 OK了吧 好了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 在这里 它指的是 在短期当中 它会限制这个 路运的这个增长 那在哪些方面 这个限制路运的增长呢 哎 一方面是通过 哎 这个货运的这个 更好的装载率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通过客运的这个 占有率 这两方面来限制它的增长 然后呢 接着往下看 expected expected 表示被预期 注意 这个被预期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位语动词 我们下节课 马上就给大家讲到 它也不是句子的核心 表示对于句子的补充说明 被预期 expected 表示被动 好了 但在这里呢 我们先不说 先把它放在这 因为我们下节课马上就讲了 可以的吧 那被预期作为什么呢 哎 又来了解释短语 作为一个结果 什么的结果呢 哎 increase of increase 表示增长的结果 在哪方面增长呢 在价格方面 什么价格呢 哎 运输的这个价格方面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后面整个词组当中呢 其实可以合在一起看一个整体 就是被预期 它作为货运价格的这个增长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会发现 整个介绍短语 其实是四个介绍短语 合在了一起的 对吧 哎 合在一起做一个词组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 在文章当中呢 有的时候你看 就这么一句话里 出现了多少个介绍短语啊 咱们要仔细数一数会发现 你看 in the short term 对吧 哎 一个介绍短语 一个in 还有什么呢 第二个 in road transport through 第三个 of 第四个 然后off呢 第五个 然后呢 as第六个 of第七个 in第八个 of第九个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 在一个句子当中 哎 这就是一个简单句 这个简单句 怎么就变得这么不简单了呢 一共有九个介绍短语嘛 九个介绍短语就把这件事 哎 补充说明的非常细致 非常的麻烦 其实这个句子核心信息 就这么几个单词 除了介绍短语 除了这个飞维动词之外 核心信息一共就这么 一二三四五 五个单词 It might have to grow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可能会限制这个增长 可以吧 好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整体句子的意思 什么呢 就是在短期之内 说这个它可能会限制 这个路运方面的增长 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货运的更好的这个 哎 这个承载率 还有呢 客运的这个占有率 这两个方面 哎 会更好 会限制这个路运的增长 而且它被预期是什么呢 它是作为这个运输价格的增长的一个结果 那你想运输价格增长贵了吗 对吧 哎 所以肯定会限制这个路运的增长 啊 就这个事 所以大家会发现 回头看一下 这个句子是长得很长 但它是长男句吗 不是 它就是个标准的简单句 那简单句怎么就变得这么不简单了呢 它明明核心词就五个单词啊 怎么写这么长呢 就是因为介绍短语 作为一个强大的补充说明 拖垮了它的后腿 对了吧 所以呢 现在大家会发现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呢 大家至少要明白 第一个介词短语的重要性 介词介词 就是要接上名词带是doing 构成介词短语 来表示对于一件事情 时间地点方方面面的补充说明 非常强大 那怎么办呢 解决的方法很简单 先找到介词短语 然后先放在一边不看 看完了核心之后 再把这些介词短语的细节加进来 就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句子 而且这个介词短语呢 大家注意要从两个维度来看 第一个呢 帮助大家写句子 有的时候我们写句子写不好 可以呢 再把这些介词短语加进来 扩展这个句子内容 描述更加充分具体 当然还得从另外一个维度 从阅读上帮助大家 比如说阅读当中看到长短语看不懂 你会发现 有些时候单词也不认识 句子又长 怎么办呢 先把这些啰嗦的去掉 自然能看懂句子的核心 就比较能够帮助大家理解阅读人章了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这节课内容 请大家记住 一件事 简单句当中 想要扩展的更加详细 可以采用形容词 副词 介词短语 这三大扩展 尤其重点注意介词短语 很重要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耐心聆听 我是大家的雅思玉发老师 田径 我们下节课见